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何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关于汽车的一些用语 喜欢我视频的同学,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你有驾驶执照吗? 你有驾驶执照吗? 我开车去公司 我开车去公司 我认为自己是个好司机 我认为自己是个好司机 我从未有过事故和罚单 我从未有过事故和罚单 我刚拿到驾照 我刚拿到驾照 我不经常开车 我不经常开车 我讨厌被堵在车流中 我讨厌被堵在车流中 我在考虑换辆车 我在考虑换辆车 在这附近 很难找到停车位 在这附近 很难找到停车位 我被贴了违章停车的罚单 我被贴了违章停车 由于违章停车 我被罚款了 由于违章停车 我被罚款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引起了交通拥堵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引起了交通拥堵 可能今天开车出来 是一个坏主意 可能今天开车出来 是一个坏主意 好了同学们 你们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